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自动驾驶也面对这个安全问题 很多人认为它不靠谱 就因为它觉得我们没法解决道路交通安全问题 怎么能解决呢 一个是靠四线路径 靠合理支撑 这个是靠限定区域 限定功能 完全围认定水平的无人驾驶汽车 L5的自动驾驶应该说还遥遥无期 我们现在产业关注焦点 仍然是限定区域 限定功能的 链产的L3 L4 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汽车落地 及其贡献出行产业 L4级别的 Robot Tigers和贡献出行 将变革式的改变 人类的交通与出行方式 如同汽车对马车的颠覆 渴望重复世界文明 我是一课的讲者邓子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风险是 人工智能与5G 富能的Robot Tigers 会颠覆人类的交通与出行方式吗 我也是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 视觉智能研究中心的 然后从1992年 来到清华大学 从事博士后研究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人工神经网络 移动机器人 虚拟现实 计算生物学 计算神经科学 还有无限创造机网络 这些目前都成为 技术与产业的前沿领域 那么从09年开始 我主要聚焦在自动驾驶 用了十年的时间 研发了四年 无人驾驶汽车 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类 是怎么开车的呢 一个我们是这么定义 一个正常人开车 首先是靠这个双眼 靠眼睛感知环境 另外呢 还能感知自己 先对于车道 先对于道路呢 位置与姿态 第二个呢 是用大脑进行决策 第三个呢 就是用手脚 操纵这个翻线盘 操纵刹车或油门 所以呢我们 从这个角度讲 那么国际呢 这个汽车工程师学会 也就是SAE呢 对这个自动驾驶啊 有一个分界标准 这个分界标准呢 从L20到L25 它是怎么定义这个 L2 L23 L25的呢 我们说L2 就是减犯人的手脚 然后L3呢 就是减犯人的酸眼 然后L4 L5 就是减犯人的大脑 那么为什么说 一个18岁 一个18岁以下小孩 全世界上的法规啊 都不允许他们开车 原因就是他们这个 他的自据能力 还不成熟 他不熟悉交通规则 除了 触发这个驾驶的经验 与技巧 所以他上车 开高速公路啊 或者开汽车啊 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 动物能开车吗 我们说动物的这个 自据能力啊 甚至比小孩子还要差 那么所以他更不能够开车 因为他是真是有感无知 最后我们看 让人工智能来开车 能行吗 让机器人来开车行吗 我们说现在的机器人 现在的人工智能 从自据能的角度讲 甚至还赶不上动物了 我们曾经尝试过 在一个开放道路上面 使用这个 完全使用摄像头 完全使用机关轮达 跟人业业 用两个眼睛来开车 曾经尝试过 那么我们没有使用这个RTK 这个插分GPS 也没有使用所谓现在的高定地图 完全靠视觉 从视觉来开车 我们发现 尝试过 像人这样的 但是不可靠 输入上不去 我们看看一个正常人 一个小孩 一个动物 还有人工智能 他们是怎么去理解 同一个行车环境的 一个正常人的话 能看到这个承受环境 看到这是封割出道路 行人 这个交通灯 还有建筑物 天空 它不仅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它还有理解 理解 它有认知水平的理解 它能够理解 这个汽车和行人之间的关系 它有知道汽车和交通灯之间的关系 它能够理解交通信号 它有自居能力 它能够对这个每一个物体 每一个目标进行理解 而且能够理解它的 这些相互关系 还能够有效地利用经验和常识 来行使 我们说 人类驾驶 永远是我们无人驾驶的标杆和版业 但是我们自动驾驶 现在要追求的 是怎么去替代正常人的 非正常驾驶 我们有个联合过一个数据 就是去年2018年 全球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 有135万 平均每天是3700人死亡 那么其中这个原因啊 90%以来的原因啊 都是因为这个正常人的 非正常驾驶 比如说 酒后驾驶 疲劳驾驶 逗体开车 还有看着手机开车 我们实际上 现在目前的自动驾驶 就是要 意图解决这90% 而不是真正与正常人的正常开车 先媲美 所以 产业关注的焦点 目前就限定在R23 R24 尤其是限定在R24的链厂汽车 比如说Robotax 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 还有一个就是低速车 也叫移动机服务 就是Mass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可以衍生为 比如Robotax 可以建为 成无人干线 无人支线的货运 可以建为成无人公交汽车 那么低速车呢 Mass呢 可以驻无人无流 无人莫端配送 无人百度 等解决最后一到三公里的事情 它其实关键问题呢 就在于这个 限定区域限定功能 因为它不是L5 它是L4以下的 就是限定功能限定区域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事情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类啊 开车的时候啊 眼睛是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 大脑一片空白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的话 大脑着实解决决策的部分 先对来说 在高速公路这种结果化环境里面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在高速情况下 要处理环境感知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我们更需要的是环境感知 更需要的是这个自助导航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不管是实现头 还是机关雷达 或者是毫米波雷达 它们之后呈现以后呢 都是一个计算机视觉的问题 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复能 我们现在的感知智能 其实我们现在新型的人工智能发展 它比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 应该说 能力上要好很多 可以说起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变得基本可用 原来的方法是一层的 这种特征提取啊 它是一个底层的 一层的特征提取 比如像LBP啊 像希腊特征啊 HOG啊 它是底层呢 一层的特征 而且是人工设计 而现在呢 深度感知智能 或者人工智能方法 深度学习方法 它的特征提取啊 是分层特征 而且通过 通过算法 在自动学习 从数据 大数据里面 学习得到的 这是由 这就引起了这个方法啊 它的这种能力呢 飞跃 原来可能是 比如说人脸识别 LFW可能只有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识别率 那么现在呢 可以做到人类这个水平 超过百分之九十七 甚至到九十八九十九 就变得基本可用 因此呢 现在的人工智能 有人称之为数据智能 是一种新的物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学习方法 给我们人类和动物不厌 我们人类与动物学习方法 主要是采用举一反三的方式 而现在的方法呢 是采取两个暴力 一个是数据暴力 要用大数据 要用在标签的大数据 又多又好 另外一个呢 叫计算暴力 要用非常强的算力来支撑 但是人工智能工 不能带来什么呢 我们看到现在的方法 它缺乏认知能力 也就是说它能够看清楚 但是呢 看不懂 它缺乏对概念内含与外延的延伸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四平图现 现在的方法过去之后 进行封割 封割之后呢 它每一个像树啊 就是一个标签 每一个封割区域 就是由像树组成的 每个都是一个像树的标签 但是我们人看的话 就不是一个标签 不是一个符号 而是它有 它自己啊 有这个内含和外延 什么叫内含 就是同一种物体 同一个车里面的共性是什么 外延是什么呢 汽车和道路的关系 汽车和行人 和交通灯之间的关系 而且我们还有常识 还有经验 常识告诉我们说 车一定是在路上面 而不是路在车上面 我们说一个老师傅 一个老的出租车司机 他为什么是老的呢 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驾驶经验 他一直在利用他的经验 来进行这个行驶 但是我们现在的方法 现在的人工智能方法 是没有这些能力的 他的能力啊 也就比 也就相当于 这个动物的 视觉感知能力 所以呢我们现在 没有认知能力 没有知觉 正常的知觉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发展 下一代人工智能 需要提供一个可靠 可信和安全的 视觉智能技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泰克省贡献汽车 贡献出租产业 还能够掠地吗 这个事情还靠谱吗 我们说是可以了 其实我们首先说明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 自动驾驶产业啊 面临的这个问题啊 于1995年前后 互联网面对的 网络安全问题 是非常现实的 那个时候大家不先进网络 会解决安全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电子支付 我们的支付宝 我们的微信 我们把钱都放在网络上面 是其实现在也有黑客 也有网络做清 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 这个电子支付啊 这些钱放在网络上之后 是不安全的 那么同样呢 我们现在自动驾驶 也面临这个安全问题 很多人认为他不靠谱 就因为他觉得 到我们没法解决 道路交通安全问题 那么我们说现在 怎么能解决呢 我们说有一点个 一个呢是靠这个 这个四线路径 靠合力支撑 一个呢是靠 限定区域限定功能 我们不许考虑 R5这种 完全与人类驾驶水平相同的 这种自动驾驶 我们许考虑 限定区域限定功能的 R23 R24的五轮驾驶 另外我们靠 其他人类所不具有的能力 来支撑这个产业奴隶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激光维达 我们人类完全不需要呢 开车 还有我们用这个 观星导航 还有用卫星导航 就是IMU或GPS 这也是我们人类开车不需要呢 还有用高精地图 高精地图我们人类 根本就记不住 厘米水平的这个精度的地图 根本就没这样的记忆能力 还靠这个智能晚联 还有V2X 靠5G与云边端 靠这个专用道路 与智慧空间 靠这个产业生态 靠智慧城市 来支撑我们这个陆地 另外呢 当然为5G的发展 也会带来一种合理支撑 因为我们知道5G 超高带宽 高可靠 低时延 大连接 管覆盖 它可以催生 边缘计算 以及由此带来的云边端 这样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自动驾驶汽车 可能会更早的陆地 一云边端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够把这个很多算力 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 从这个自动驾驶汽车 这个移动终端上 翻到它靠近边缘设备上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供足够足够的 人工智能的算力 同时还能够间低 自动驾驶汽车本身的成本 那么汽车产业发展了百年 是一个百年老店 之前首款汽车 是一个蒸汽驱动的汽车 而且它速度呢 只有每小时15公里 这样的速度 而且非常不可靠 噪声特别大 很多人认为 它没法完成 对于马车的颠覆 我们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的Robot-Taxon 基础上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完全地落地 但是也然它落地了 它会带来汽车产业 它的这个变革式的 这个颠覆式的发展 能够跟人类的交通出行方式呢 带来一种根本的那种改变 那么完全无人认为水平的 无人驾驶汽车 也就是所谓的L5呢 自动驾驶 应该说还遥遥武器 但是我们现在 产业关注焦点 仍然是限定区域限定功能的 我们面产的L3 L4呢 建了一个自动驾驶汽车落地 及其贡献出行产业 所以最后我们的给予是 第一 完全人类水平的 L5级别的无人驾驶啊 真的是遥遥武器 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 还没有这样的自觉能力 我们只是有感无知 第二 如果我们限定区域限定功能 甚至像威莫这样的 还限定人群进行测试 试运行的话 L3 L4级别的无人驾驶 可以说是近在几时 它会不断地进行数据 性能与用户体验的 替代进化 第三个 L4级别的 Robot Tagesson和贡献出行啊 将变革式的改变 人类的交通与出行方式 如同汽车 对马车的颠覆 渴望重述 世界文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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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